石敬堂借助契丹的势力,坐上了后进的皇帝,可是他的皇帝位坐得并不安稳,各地藩镇,群雄主路,蠢蠢欲动,人人都想过把皇帝隐,于是在中原大地上,就上演了一幕幕争夺中原之主的故事。 那么最终将鹿死水手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土飞,讲库塞北三朝之聊第六集,水主中原。 上一讲咱们讲说后唐的节度史石敬堂,做了后进皇帝之后,他皇帝也坐得不安稳,面临的内忧外患。 内忧上一讲我们讲了,这外患从哪来? 这就说到什么呢? 当年咱们上一讲讲石敬堂起兵的时候,幽州节度史,赵德军,赵严寿父子,也想过一把皇帝隐,也去找辽太宗,请求发兵。 但是他们给的调停费没有石敬堂给的高,所以最后辽太宗帮了石敬堂, 没帮这二兆,所以石敬堂做了皇帝。 石敬堂做皇帝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他是康他人之楷。 因为幽云十六州本来不在石敬堂手里,二兆是幽州节度,等于石敬堂把他们家送给契丹了。 所以契丹在占领幽云十六州的过程当中,捎带手就把这二兆一手给毁了,就把这二兆的父子俩俘虏,就压到了上京。 二兆比较乖巧,这俩人父子俩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是墙头草顺风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这样。 所以当爹的赵德军一看见树绿太后,扑腾一声就一下就跪下了,他装乖嘛,罪臣投降来时,死罪死罪,早就应该来福保民主。 你看还劳民主您出兵,还把我千里迢迢的送这来,真对不起您。 我愿意把幽州的田宅财宝全部献给您。 树绿太后,你想是什么样的人物?心机极深,这个女人不寻常。 那样什么样的人物?能被你这三两句田言蜜语给糊弄了? 而且树绿太后为人也比较刻薄。 我打赢了你,我也不给你抬经下。 好汉,我也不给你后路,我就不给你留后路。 你要把幽州的财宝田宅献给我是吧? 树绿后当着满朝文文字院,就损这二兆。 当然就是当爹的赵德军说,就损这赵德军。 说你要献给我财宝,你的财宝呢? 赵德军说随身带来了,财宝我都带来了。 树绿后冷冷一笑,那财宝是你带来的? 那是我们大契丹缴获的,那是战利品,连你都是俘虏,你有什么私有财产,那都是我们缴获的东西。 说行,财宝算了,反正你拿来了,我看见了。 说你那田宅呢? 你不是要献给我田宅吗? 你那田宅呢? 赵德军说田宅在我幽州老家。 我准备把幽州的田宅,什么房气地气,我准备献给您。 树绿后说你不献可也得行。 幽州现在已经是我大契丹的国土了。 那田宅还用着你献给我,都是我们自个拿来的。 你跟那卖什么乖,本来就是我们的。 这一下赵德军羞愧的是无地自容,拍马屁拍马蹄上了。 所以树绿太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赵德军这么大的一个难堪。 赵德军被俘了之后一年就死了,就很郁闷的,就死了。 这个人死了之后,就埋葬在了幽州。 幽州后来就变成了辽的南京,南京西金府,就埋葬了这个地方。 他的坟墓在1956年被发现,位于永定门外被发现。 堂皇富丽,墓室的面积达到了144平方米。 然后墙上都有壁画,隋葬品也很丰富。 要说赵德军一介求鲁,你就是被俘了吗? 你也不是幽州节度了吗? 然后你哪来的那么大的财力,兴建这么豪华的墓穴? 谁给你建的? 特别有意思一件事。 赵德军虽然不招太后带去,被太后给损了一顿,给损死了。 赵德军的儿子赵颜寿,非常得太宗皇帝的欢心。 在这个辽太宗时期,赵颜寿仍然坐幽州节度使,并且尽封为燕王。 想必是赵颜寿出资,给自己的干爹修造了这么豪华的陵墓。 这个赵颜寿啊,他为什么这么受太宗皇帝的喜欢? 甚至这个义族封王啊。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太宗皇帝认为中原汉帝不好治理。 因为草原民族,他对中原汉帝的情形不是很了解。 他觉得中原汉帝不好治理,希望用汉人来治汉人。 所以让赵颜寿去做幽州的节度,帮助他治理中原汉帝。 太宗皇帝是这么想的,没法跟赵颜寿明说,因为我不会治理汉帝。 所以派你去统治幽州故地,你要尽心与我大聊。 他没法这么说,他就只能,你接着去镇守幽州吧,你原来不是幽州节度吗? 所以他这么一做的结果,给了赵颜寿一个误导,或者说给了赵颜寿一个暗示。 赵颜寿就认为什么呢? 认为自己在太宗皇帝面前,很有人缘,很受太宗皇帝的宠爱。 他念念不忘什么事呢? 他念念不忘的事就是,当初我爹跟石敬堂争天下,都去找太宗皇帝请求救兵。 结果他太宗帮了石敬堂,我爹输了,输了就被扶了,被扶了埃尔顿笋就死了。 所以我要给我爹报这个仇,争回这口气。 赵颜寿念兹在兹的事就是,我要推翻后晋。 当时应该叫大晋了,我要推翻他石家的天下,我赵家人来做中原的天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赵颜寿就一再的挑唆气丹,出兵,攻打后晋。 我们说后晋的外患哪来的? 后晋的外患还真不是说气丹人想打他,是当年跟他竞争失败的伙伴,想第二次再跟他较量一番。 一再的给气丹,在气丹面前上他的眼药,咱们出兵,咱们打,汉地复述广阔。 他给你那点好处,什么十六州,一年三十万匹捐,这太少。 光叫你爹管什么用?跟你叫爹你能长一斤肉吗?没有用。 咱们灭了他,咱们来把这些财宝运回北国。 赵岩寿为了报仇,极力挑唆辽太宗发病消灭后心的石敬堂。 但是辽太宗与石敬堂毕竟有言在先。 因此,辽太宗对于赵岩寿的挑拨根本不予理睬。 就在赵岩寿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石敬堂却出世。 石敬堂死了。 石敬堂这一辈子这叫冤。 在后唐的时候,皇帝整天看他不顺眼,整天觉得他要造反,终于把他给逼反了。 造反的代价是很沉重的。 四十多岁,得管人三十多岁的人叫爹,幽云十六周,也割仗出去了。 一辈子顶着汉奸的骂名,而且一骂就是一千多年,千载骂名。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做了皇帝内忧外患,没几年。 死了。 石敬堂一死,他的干儿子继位。 那个时候的将领们爱养了个义子,他的干儿子继位。 他的干儿子就是石崇贵,石崇贵继位。 石崇贵一继位出了事了。 石崇贵一继位出什么事呢? 石崇贵这么想, 我爸爸石敬堂认了太宗皇帝做爹。 那这辽太宗论辈分,他就是我爷爷了。 我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我凭什么没事给自个认个爷爷? 这爷爷不是我愿意认的,是我爸爸给我认的。 所以我爸爸死了,这事就不算了,一风吹拉倒。 我才不跟他叫爷爷呢? 我凭什么跟他叫爷爷? 手底的这帮大臣也敬给石崇贵出坏主意。 这帮大臣跟石崇贵这么讲, 说咱们这样,称孙可以,你爸爸认的爹就是你爷爷,你不认就是不孝。 你甭管你爸爸在什么情况下认的爹,这是改变不了的。 你就是孙子,你不认就是不孝。 所以咱可以称孙,但咱不能称臣。 石崇贵一想,这注意好,称孙不称臣。 还有俩条件,当年石敬长还答应了俩条件,一个是忧孙不称周,那也没辙了。 没辙了,那搁出去你甭想收回来,这不可能了。 还有一个就是每年三十万匹捐,这事怎么办? 这些大臣又开始给石崇贵出馊主意。 奢着,拖着,拖黄了算。 咱也不说不给他,你别说不给他。 你说不给他,这不显得咱们赖账吗? 咱不给他,咱不是不给他。 对不起,我们这困难。 我们这闹灾了,今年给不了。 明年一定给。 到明年你再编。 咱中原汉地震大,每年哪不闹点灾。 今年水灾,明年汉灾,后年黄灾。 你天天可以闹灾吗? 你就不给他,拖着,拖黄了算。 他还能为这三十万匹捐出兵来打你吗? 石崇贵一想,对,我这些大臣给我出的主意真高。 称孙不称臣,捐我给他拖着,黄了算。 他就忘了,北国可还有个念念不忘的赵岩寿。 所以辽太宗看到石崇贵,这孙子一点都不乖。 比我的儿子差晚了,一点都不乖巧。 所以本来辽太宗就很不高兴,赵岩寿就不断的跟他挑唆,打他,打他,打他,咱一定要打他。 你这么不听话,你还不揍他,你看当初,您要扶植我们父子俩。 至于吗?我们比他乖多了肯定,您当初就看走了眼了,所以赶紧出兵,打这个姓石的。 由于石崇贵得罪了辽太宗,再加上赵岩寿从容挑拨,辽太宗很快决定发兵南下,攻打后尽。 石崇贵在尽难逃,就在这个时候,契丹国内出事了。 那么契丹国内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 契丹国内闹灾了,所以契丹闹灾的情报被石崇贵得到了之后,石崇贵就前使来找辽太宗议和。 我错了,您别跟孙子我一般见识,这捐我给您加倍补上,连利息我都给您补上,前些年我们确实闹灾,日子不好过,您看您现在也闹灾了,所以我们愿意给您补上,您退兵吧。 太宗皇帝这个时候其实本来也想救坡下驴,也想退兵,架不住赵严寿跟那挑唆,不行,你只要这兵一退,这捐他就又不给了,他就又不跟你叫爷爷了,这小子脑后又反骨,酒后必反,他肯定又跟你作对,咱必须把他灭了,一股作气把他灭了。 太宗皇帝在陈寅之间的时候,树律后发话了,这次树律后跟着来,树律后发话了,树律后就问太宗皇帝,就问辽太宗, 你为什么一定要发兵攻打中原呢? 太宗皇帝就讲,我这孙子多不听话,他原来称臣,现在不称了,原来应该给我捐,他不给了,所以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 树律后说,他这不是已经得到教训了吗?他这不是已经认错了吗?这该给咱的捐不是已经给了吗? 说你为什么还要打?赵延寿说的,赵延寿说他脑后反骨,酒后必反,所以我要不教训教训他的话,咱们一退兵还会这样? 树律后一听这姓赵的,这气都不打一出来,赵延寿的话你也听,你打下中原的目的是干什么? 你打中原的目的是干什么?你要做中原之主吗? 太宗皇帝说也未尝不可,我为什么不能做中原之主? 树律后说,如果是汉人来做契丹之主,你觉得行吗? 太宗皇帝说那当然不行,大辽皇帝肯定是契丹人当,那不行,所以树律后说同样的道理,你又何必一定要做中原之主呢? 你也知道汉地难治,你也知道中原人不好对付 房子你住得惯吗? 整天弄一院给你圈起来,你住得惯吗? 重庄家你会吗? 你非要做中原之主,所以中原人留给中原人去治 咱们还回草原上,因为树律后是典型的这种草原势力的代表 叶律贝因为是汉化代表,他不代表 所以他立了个二儿子,他觉得这是跟他一条新的草原上的势力 草原之主 所以咱们还回咱的草原,咱该干嘛去? 太宗皇帝一听,不是我不想出兵 是因为母后不让打,群臣苦劝,所以朕免从众议 石崇贝,算你小子命大 这一次我饶了你,我退兵了 该叫爷爷你叫,该称臣你称,该把绢给我送来 然后辽军就,七丹军队北返,七丹军就撤了 七丹军一撤,赵炎寿失落到了极点 好不容易赶上石崇贝不乖的时候,出了一回兵 没想到这么快就退兵了 所以赵炎寿非常失望 就跟太宗皇帝就这么讲 说您看要不这样成步 您找一个合适的人选 赵炎寿的意思就是,我比较合适 但是这话不能明说 您看谁熟悉中原的形势 在中原人当中又有那么一点点声望 您选这个人来统治中原 太宗皇帝天纵盛名 就你这点小心眼,人还看不穿 那得甭选别人了,就赵爱卿你 赵炎寿就等这句,谢主龙温太好了 然后太宗皇帝就跟赵炎寿讲 说你替我好好看着中原汉帝 将来让你做中原汉帝之主 赵炎寿给激动的 太感谢您了 我黄袍都做好了 就等着您发话 立我为中原汉帝之主 太宗皇帝这完全是在利用赵炎寿 赵炎寿就信以为真 就觉得太宗皇帝真的要立他做中原汉帝之主 就真的喜出望外 太宗皇帝索性 耍赵炎寿 耍到家 既然你那么想做皇帝 你不连黄袍都做好了吗 你把那黄袍穿上 你穿上 你穿上之后 到后进的降族当中 好多投降的士兵 大将 投降的文武百官 你到那里边溜一圈 你让那帮人看看 中原还是中原人做皇帝 赵炎寿乐 颠颠就去了 穿着黄袍 认识我吗 认识我吗 原来咱们一殿之臣 看见我现在穿的什么 我以后就是你们的皇上了 还是中原人做中原的皇帝 你们别害怕 别害怕 咱们还是该过咱的日子 过咱的日子 咱仗着大辽的庇佑 仗着契丹的庇佑 咱们还仍然过咱的日子 这些降族果然就放下心来了 原来他做皇帝 原来都是称雄道地的 现在做皇帝了 现在没问题 他不会害我们 就放下心来了 辽太宗安顿好赵炎寿之后 就班师回草原了 赵炎寿满心欢喜 等待着辽太宗的策缝 那么赵炎寿最终 等到的将会是什么呢 他能够如愿以偿吗 等太宗皇帝回去之后 圣旨下来 赵炎寿 幽州节度使 燕王 疏密使 一堆官衔 赵炎寿一下傻了 原来不是这么说的 原来我官衔没这么长 就俩字 皇帝 现在怎么这么长 所以赵炎寿非常郁闷 恋恋不舍得把这黄袍脱了下来 既然不是中原之主 你就不能穿黄袍了 就给脱下来了 脱下来之后 赵炎寿这件事他忘不了 他一定要当中原之主 他要当中原之主 他就一定要让太宗皇帝出兵去打后进 太宗皇帝第一次退了兵 退了兵 赵炎寿就不断在挑唆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又能看穿赵炎寿的阴谋 又不为所动 赵炎寿就干了一件最不知死活事 这个人就有点死催了 他找太宗皇帝说什么 当年您答应我做中原天子 您这话还算数吗 太宗皇帝这样就傻了 没见过大臣敢这么跟他说话的 皇上跟你说的话都算数吗 当年跟你虚与伪仪是利用你 你还真拿自个儿当个人 但是太宗皇帝 皇上惊口欲言 你又不能反悔 皇上不能说我那逗你玩 我当时想利用你 你又不能这么说 就只好跟他东拉西扯 云山雾罩 跟他扯闲篇 我不是不想用你 只不过现在后进他没有失德 咱国内又有灾难 又有灾荒 咱没法出兵 跟他扯了一通 赵炎寿不耐烦了 皇上不入正题 赵炎寿不耐烦了 赵炎寿跟皇上讲 干脆您立我为皇太子了 石敬堂能认您做爹吗 我也可以认您做爹 您多一儿子 您也不那什么 儿子多多欲善 您干脆立我当皇太子了 太宗皇帝听完这话 我估计太宗皇帝心里的感觉就是笑比哭好 没见过这号人 人家石敬堂认我当爹 人也没要求当太子 您可倒好 直不愣登 您干脆认我做太子了 太宗皇帝说不行 太子一定是气丹人 你不是气丹人 你怎么能当太子的 所以跟赵炎寿说不行 结果赵炎寿回去之后 太宗皇帝就琢磨 这个人历令致昏 要反 给他来点狠的 别让他一天到晚 胡搅蛮缠了 所以太宗皇帝就把赵炎寿抓起来了 幽静起来 最后一直到了这个世宗在位的时候 就是第三代皇帝世宗在位的时候 赵炎寿才死 他被幽静致死 赵炎寿的皇帝梦破灭了 但是在当时各地方镇手握重兵蠢蠢欲动 人人都想过把皇帝引 于是又出了一个赵炎寿式的人物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后进国内有一个叫杜崇威的大将 露出了要当皇帝的苗头 赵炎寿被抓起来之后 契丹失去了一个绝好的先锋和降导 以后如果要再进兵中原 真的需要一个赵炎寿式的人物 因为他对中原的地形 对中原的风俗 对中原的兵要地制了入执掌 你没有这么一个人物 你打仗不行了 所以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物跳出来 杜崇威跳出来 跟契丹暗通款曲 灭了石冲桂之后 只要您策利我 您策利我 我愿意给提出的条件 给出的条件比石冲桂更优厚 石冲桂你打他 他给你叫爷爷 你不打他就不叫了 你打不打我都叫 更优厚 太宗皇帝就出兵开始攻打后进 这个时候的太宗皇帝为什么要攻打后进 你如果是石冲桂还是杜崇威 你丽谁都一样 你为什么要为了杜崇威去打石冲桂 其实很明白的一点 就是太宗皇帝这个时候真动了自己做中原之主的念头 在草原上太不自由 占了大岁数了 四十好几了 这个政权还在树律后手里 母后处处撤走 我太不自由 如果我能做中原之主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摆脱母后的阴影 因此太宗皇帝这一次领大军南下 这次就是做好了要灭王后进的准备 你爱是不是我孙子 我一口气就把你给灭了算 这个时候的石冲桂 只好派大将领兵北上抵抗 派的就是这位跟契丹暗通款取的杜崇威 帅三十万大军北上迎击其单 杜崇威走一路 他故意的虐待士族 然后就捡阴雨连绵的天行军 然后满地泥泞的时候行军 然后天气一好 艳阳高照 路也干了 咱住宿晒晒被子 然后苛扣士族的军粮 所以士族每天都有逃亡的 今天少一个连 明天少一个营 每天都有逃亡的 等到了前线驻扎下来之后 杜崇威整日饮酒 不训练士族 士兵逃亡他也不管 有人来跟他报告 今天他又少了多少部队 他不管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如果主动归降弃丹 难免跟石敬堂一样 留下千古骂名 我不能这么干 我要怎么干 我把我的兵全逼跑了 最后我光杆司令一人 我怎么抵抗 我光杆司令 我怎么抵抗 我想抵抗 我一个人打得过 契丹十万大军 所以他就跟那扎着赢 契丹对他的情况是很了解的 暗通款取 很了解 所以契丹发兵 契丹发兵一打 杜崇威马上投降 不是我不想抵抗 而是我无力抵抗 我的兵全跑了 我的兵全跑了 确实也有可能朝廷的良详也给的不足 这确实有可能 所以我没法理想 皇帝不拆饥饿兵吗 摔三十万大军就投降了 当然这个时候三十万 本来可能就是个虚数 这个时候就虚之又虚了 咱不知道还剩多少人 就投降 他也投降 太宗皇帝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你们家黄袍做好了吗 你不是早就想当皇帝吗 当年赵丹寿做了黄袍 你做过吗 杜崇威说也做过 那行穿上 穿上 去到你降族当中 跟赵丹寿当年一样的事 你去安慰一下你这降族 让你这些降族别造反 杜崇威一听 迫不及待就把黄袍都穿好了 穿上之后就到军营当中 现在你们保着我了 这些兵本来就是他带出来的 一看他当皇帝了 非常高兴 你赵严寿干这事 这才刚刚过去几年 杜崇威又干这事 就这俩人就被 辽太宗就被耶律德光玩弄于鼓掌之上 要是说第一次被耍 还情无可原 前面你那老哥都被耍了一回了 你还干这事 这俩人如果见了面 互相谈一谈穿黄袍的感受 很有意思 俩人聊了 当年你穿的都是什么心情 我也是这心情 没想到都被耶律德光给耍了 所以杜崇威三十万大军结甲 石崇威就没法抵抗了 精锐部队全没了 全带出去了 所以契丹大军一南下 石崇威束手就擒 开封城就被攻破了 契丹军就攻进了开封 这个时候杜崇威就来找耶律德光 找太宗 你看 应该履行诺言了吧 我这三十万人都没抵抗 就开城投降了 黄袍我也穿上了 然后你也让我显霉了一圈了 得兑现诺言了吧 太宗皇帝冷冷一笑 我打算自己治理中原 朕做得草原之主 便做得中原之主 把他这黄袍包下来 给扒下来 扒下来之后 该给他送哪去送哪去 所以杜崇威跟赵延寿 最后弄了个一个下场 既吃不既打 弄了个一个下场 所以 聊 契丹的太宗就耶律德光 就准备自己做中原的天子 灭了后进 进了开封之后 他在开封又搞了一个登基大典 继皇帝位 这个时候他继皇帝位 就把国号从契丹改成了辽 因为契丹是部族名 契丹族 他的国号是辽 这一年是公元947年 契丹正式改国号为辽 983年又改回叫契丹 1066年又改回叫辽 所以契丹跟辽这个国号老变 咱就甭管他统一称为辽 辽 因为中国历史上 比如我们二十四史辽史 没有契丹史 是吧 统一称为辽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 辽太宗耶律德光 做了中原之主 辽太宗做了中原之主之后 他并没有杀死后进的皇帝石崇归 那么他会怎样处置石崇归 石崇归最后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 石崇归被废压着北上 压着北上 实际上就咱们讲 说最后金灭了北宋 上演了一幕靖康之变 灰心二立 仓皇北险 然后死在北国 实际上这一幕 一百多年前就上演了 只不过是因为后进的影响不如宋 石崇归也不像灰心二立那么大名头 遭人同情 他被压着北上 石崇归跟灰心二立不一样的地方 毕竟他是武将出身 他打天 跟着太祖石敬堂 高祖石敬堂打过天下 所以辽军不顾名任何隐食 石崇归自己猎兽冲击 这他还行 能打畜生 打飞禽 打狼咒冲击 到了千里之外的黄龙府 刚安顿下来 圣旨来了 去淮州 不在黄龙府安置 去淮州 一走又一千多里 到了淮州 到了淮州之后 对他来讲 有一个很不错的事 一会我们会讲到 就辽太宗皇帝驾崩 世宗继位 赶上辽国的皇位更迭 所以世宗皇帝对石崇归还算不错 就把他安置在淮州 你们就住下来 石崇归刚歇一口气 打击戒二连三的就来了 世宗皇帝的舅子 看上石崇归的闺女了 就来跟石崇归要 说把你闺女给我 石崇归说 我女儿还小 没到嫁人的年龄 不能出嫁 结果 世宗的舅子就找世宗去了 战俘的闺女我想要 他不给 世宗一听就怒了 不给你不会抢 你抢去 所以世宗的舅子就去了 把石崇归的闺女抢走了 石崇归的闺女被抢了之后 就给别的契丹大臣就做了一个榜样 原来要不着可以抢 大家都来 你抢老大 我抢老二 他抢老三 抢完归女就抢石崇归的嫔妃 没有归女就抢嫔妃 就等于石崇归受尽了屈辱 一家子在那种地 后来给弄到今天辽宁的朝阳 去种地 给五十亩地盖几间草屋 你也是一朝天子 就跟那种地 石崇归幽愤过渡 不到五十岁就死在了北国 所以等于后进王朝 两个皇帝都很惨 甭管是给契丹当儿子还是当孙子 当然当孙子更惨 等于辽太宗皇帝把中原的这帮君臣玩得低溜溜转 然后他自己当皇帝 他一当了皇帝之后 做了中原之主之后 这个辽太宗就发现这个地方不好 实在不适合我呆 为什么不好呢 第一个不好就是太热了 受不了 这地方太热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中原人民太不友好 他老起来袭击我们弃丹军队 我们弃丹军队是没有后勤供应的 我们没有军粮供应 我们弃丹军南下就靠打股草 就抢 没吃土就抢 你说我们弃丹人就抢你点东西 你非把我们弃丹人杀了 你说这合适吗 你们中原人多不友好 我们抢你点鸡摸你点猪 然后你把我们人杀了 而且关键是你还不知道谁干的 如果要是两军队员 我大弃丹十万铁骑 你们百万中原人也不是个 问题是这契丹兵仨一群俩一伙出去抢劫 人老百姓钉爬锄头粪叉子上来 东正把你给干掉 所以我这兵今天缺俩 明天缺仨 这在中原要再待下去 弄好这十万人就搁这了 所以这不行 咱赶紧回去吧 咱契丹一共也没有多少贱儿 要在这天天这么丢不行 所以太宗皇帝就说咱们退军 中原这个地方不好 气候炎热 人民也不友好 那所以咱们赶紧撤军 辽太宗被退后 原后进几度使刘之远 攻斩开封 定国好汉 史称后汉 但是后汉也仅仅统治了四年 就灭亡了 可以说 在中原大地上 上演了太多的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 这都是黄袍人的后 辽太宗在给自己的地体 耶律礼服的信中 总结出了自己的三师三德 那么这是哪三师与哪三德呢 辽太宗耶律德光 他给他的弟弟耶律礼服写信 说我统治中原有三师 哪三师呢 第一师就是搜刮百姓的钱财 你抢东西 这个老百姓不干 这个是咱契丹太不好的一个传统了 看来以后朝廷应该负担一部分 这个军马粮草 那不能让他们下来之后抢 那这个不行 第二个呢 就是让那个契丹兵打古草 扰民 这个不能这么干 所以以后契丹兵再南下 到以后跟宋朝打仗的时候 这种事就已经不干了 第三个失误就是什么呢 应该让各地的解渡使 回到他的藩镇 去治理这个地方安抚百姓 否则的话 这地的解渡使都被我拘来了 没给他们放回去 地方就乱了 没人管就乱了 所以朕有三师 那么有师必有德 他跟耶路里胡讲 要想治理中原 你做到三点就能够统治好中原 哪三点呢 推心致富 和谐军情 抚慰百姓 你只要做到这三点 推心致富 和谐军情 抚慰百姓 则中原也不是不能够统治的 可惜 历史不会再给他这样的机会了 太宗皇帝在退军的途中 就发起了高烧 按照现在的标准看 可能只有四十多度 他躺在车里面 周身堆满了冰块 我们知道一发烧 可能除了打抗生素 没有更好的办法 古代都是那种物理疗法 拿凉水给你擦 咱不知道凉水擦能管多大用 给他堆上冰块 都没用 最后太宗皇帝就烧死了 他死的地方 就是今天的河北鸾城 老百姓广这个地方叫沙湖林 沙湖人的林子 你恶有恶报 恶贯满盈 你敢侵卫我们中原 你看烧死了吧 都不用我们打理 杀狐林 死在这个地方之后 他的遗体要回到草原 要回到草原 夏天 遗体就腐烂 要犯味了 你光搁着冰块 震得震不住 怎么办 大臣们就把太宗的遗体 内脏掏光 用盐淹起来 整个太宗皇帝变成人肉干了 变成肉干了 变成燕太宗 咸鱼那种感觉 成了这种东西了 所以中原百姓就广了辽太宗 叫肉干皇帝 整个一代天子 最后就被做成了人肉干 给运回到了上京 运回到了草原 他是在大军后行 先锋部队护送太宗的灵灸 赶紧先回草原 安葬 太宗皇帝归天之后 按照树律后的安排 就应该由太祖第三子 也就是他最喜欢的 耶律里胡继位 结果事情的发展出乎树律后的意料 让耶律里胡继位跟着太宗来的这帮人就全不干了 树律后本来就残忍 耶律里胡比他妈还残忍 树律后的丧子之痛一定会发泄在咱们这帮人身上 还不都得让咱们陪伴先帝去 所以这个事绝不能干 绝不能让耶律里胡继位 怎么办呢 就急急忙忙的拥立了一位新天子 也就是树律后最不待见的长孙 成继的大统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咱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但是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孙子耶律爪竟然抢先在河北宣布即位 史称辽氏宗 于是树律太后新帅大军 在黄河边就没和辽氏宗决一死战 那么辽氏宗究竟是怎样登场王位的呢 树律太后和辽氏宗之间的这场战争 究竟谁胜谁赴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灯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主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聊 第七集 祖孙征权